英國廣播公司發表調查報告 說記者用了欺詐手段 取得大飛1995年的訪問 BBC為事件無條件道歉 他的長子威廉王子批評 訪問傷害了很多人 不應該再播出 而傷害了很多其他人 這引起不描述的憂慮 知道BBC的失敗 影響了她的恐慌、憤怒和疲憂 我記得她的最後年 這是我的認證 這個《Panorama》系統 保持無法立誠 再不再再播出 威廉王子認為 早在1995年 已經收到節目相關投訴 如果英國廣播公司 當時好好調查的話 戴飛便可以知道自己被騙 他批評負責的記者 巴希爾是無賴 電視台高層對問題視而不見 令到她的家庭和公眾失望 BBC百幾頁的調查報告說 當年BBC記者巴希爾 向戴飛的弟弟史芬莎 展示偽造文件換取信任 介紹認識弘飛戴安娜 巴希爾再有洗大飛 接受黃牌節目廣角鏡訪問 否白和黃柱查理斯婚姻破裂 婚姻有三個人 而報告指 巴希爾向BBC管理層 俄稱無展示偽造文件 未能夠達到誠信和透明度的標準 厭重違反指引 巴希爾回應報告 再次為事件致歉 並且對愚蠢的事深感後悔 他上星期以健康理由 辭去BBC宗教編輯席幕 巴希爾 巴希爾